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TX事件堪称币圈雷曼2.0 无论大家有没有投资虚虚仪货币 可能都会很关心今次事件 我们专程请来Crypto领域的专家Jeremy 来和我们做一个懒人包 带大家了解一下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平台FTX 早前已申请破产 是成为Crypto历史界最大的破产案 至于他的创办人Sam Beckman Freeland 他的身家由原本160亿美元直接归零 说这件事是浸荡成Crypto界 全世界亦有很多投资者受到牵连 其实他整件事的始末又是怎样呢 看回11月初 不是很久之前 Sam創办另一家公司 Alameda Research 他的资产负债表 就无端端被人泄露了出来 就发现他没有足够的现金 去偿还自己的债务 当然会引发恐慌 他的对头人币安的创办人CC 竟然很公开地在Twitter说 他会抛售所有FTX平台币FTT 令到更加人心惶惶 很多人一窩蜂就涌到FTX 打算提取自己的钱 从而出现擠提的情况 FTX不够流到现金 就跑去他的对头人币安那里 请求币安收购 那币安就随即签署了一个 无约速力意向书 谁知道 短短24小时之内 CC就说FTX的财务黑洞 比他想尽之中还要大 所以最终都是放弃了收购 而FTX整个法律团队的成员 即时离职 没多久FTX还破产 其实整个时间线是说 短短一个星期内发生的 那整个影响 当然是对虚拟界很深远的 漫长的影响 相信是需要更加长的时间 才可以令虚拟重建起来 至于币安是否打算独占市场呢 看回最后24小时内的交易量 币安是有128亿美金 相比之下 他第二大竞争对手 Coinbase 是短短16亿美金 所以币安是远远抛离Coinbase的 特别是FTX爆破之后 有大量的资金是由FTX流入了币安 所以其实我觉得短期之内 是很难 特别在一个熊市的环境之下 是很难有另一个交易所 会突然冒起 可以和币安看齐的 而另一个问题 很多人有疑问的就是 Bitcoin一路跌至15.5K的水平 到底我们见底了没有? 如果用回一贯熊市的做法 all time high是69K 跌80%的话 大概13K左右 这个水平就是底了 但我觉得暂时不适合用这个metric 就是它预测哪一个在底 始终Bitcoin现在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大围环境因素是未试过这么差 Bitcoin未试过在一个加息的环境 或者在打仗的环境之下 而且2022年更加发生Terra事件 FTX事件 所以我觉得眨眼看 它的寒冬可能还有很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心急 留下来 岁 först行 打着 钱 另外 在助限我 所 akan 离开 nic 是 请